你不想要去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还有别人在 没关系 泳泽自己人 有什么事找我啊 我明天就要去法国留学了 来跟你道个别 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去读书是好事啊 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 再见 不用客气 总而言之一路小心 我今天穿皮鞋了 好 我今天真的穿皮鞋了 我知道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说说而已 该不会早就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吧 好 我看你好像有话要跟我说是吗 是的 昨天 我们不应该是那样 我们重新开始吧 茶茶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根本没有忘记我 不然为什么还带着我送你的手链 还偷偷跑来我家 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慌乱犹豫 但是我没有 我那个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重新开始 你忘了你哥的事情了吗 你忘了我有多少你的心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只是我们运气不好罢了 不管我是不是故意的 你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你难道就没有任何的阴影吗 而我对你哥的愧疾 也会随着时间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最后我们都会承受不住的 我只知道我现在更承受不住的是你离开我 我不想再让别人来走为我的人生了 是非对策都无所谓 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你回去吧 你现在离开对大家都好 泳泽你还记得 你带我来这儿看过什么吗 不会还在度假村吧 听赵燕说今天也没见着他呀 你别着急了你 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 是不是去换欧元了 换钱也应该你去 你以为这女儿出国你不给点啊 你别胡说成吗 我哪有钱啊 你坐牢的时候 太太给你那些火车费攒起来可不少吧 老孔说得没错 别废话了 拉酒来快 你不是糖尿病呢吧 喝什么酒 我一会儿给你泡点那个毕生源尝尝尝 给你尝的洗澡啊 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你怎么老冲着老苦汪腔啊 你告诉我 我要和这小子吊河里你先救谁 你这是干嘛呀 你是不是想让人笑话呀 不干嘛 我就想知道答案 闭嘴 吃饭 来过这里的人 是绝对不会忘记这儿的风景的 对我来说 你也是一样 所以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走了吗 我们在一起 会个蓝天 你妈 你舅舅都带来痛苦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这样的话你每一天都会不好过的 有你我才会好过 如果你回到了我的身边 如果你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再放你走 你很久和你都会不想 我都会不想通过你 你永远回来 你会把我带来 我都会不想活 你永远回来 你永远回来 我永远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